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收看《非常體育》 機會仔我 今週認真恭喜阿仙奴 第14支贏得竹總盃冠軍老婆佳恩 沒錯 雖然阿仙奴今季是英超 只是排第八 但是竹總盃冠軍 也意味著他們總算可以參加 下一季的歐霸杯賽事 至於今季的歐聯和歐霸杯淘汰賽 也將會在未來幾天重開至晚 那未有波體 我們現在做些甚麼好呢 當然和大家一起看看 對上一個星期 體壇到底有甚麼值得 各位體育迷關注的非常事件 世界球錦標賽終於由4月中延至7月31日上演 令一眾球迷滿心期待 原因是英政府原本放寬這項大賽 有限度讓觀眾進去 克魯斯堡劇院看球 怎知開心了一天 英國首相約翰遜就在揭幕戰當日公佈 疫情還是很嚴重 體育賽事都要閉門作賽 難怪世界球賽總主席漢欣都一年無奈 我們將會回到最快的時間 當它安全和在政府規定 但現在的表演繼續 對啦 The show must go on 最開心應該都是奧蘇李雲 他本來就說有觀眾就沒有我 但當咸美頓以敲選為遊戲賽 被漢欣和卓林普批評之時 火箭就縮沙繼續比賽 可能因為沒有觀眾 他打得很長 首次用了82分鐘 以8比1拋離泰國快槍手 泰查阿烏羅 最終周一多贏兩局 以10比1的局數 破紀錄用了108分鐘 就晉身16強 至於上屆冠軍卓林普比較慢熱 開賽一度落後2比5 不過始終他今季 以破紀錄6項的冠軍 加上成為第二位季內 打出超過100G的火熱狀態 以10比8淘汰了福特 至於由中國飛回英格蘭作賽的丁俊暉 就更加驚險 領先9比7的形勢之下 竟然被英格蘭的京治追到9比9 趙丁最終以10比9順利過關 下場就會大戰奧蘇 不過另一位中國球手梁文博 就以5比10不敵2號總子羅伯辰 32強就止暴 而四屆世界賽冠軍棄建士 同樣以10比5的比數擊敗了史提分屍 順利打入第二圈 哈拉倫將會對首次打入世界賽16強的馬分 順利 Formula1復賽之後 雖然是平治車隊繼續壟斷 不過來到第四站英國銀石賽道 主場的鹹美頓同隊友寶達斯 即使再次包辦頭牌起步 竟然在尾段出現戲劇性爆炭 排第二出戰的寶達斯 去到第50個圈爆炭 最終排第11位連1分都得不到 黑帝鹹美頓最頭一圈 又是左前輪爆 不過由於他一直領先紅牛車隊的韋斯塔 本有30秒左右的優勢 所以他真是很幸運 最後三個彎位 都可以在小感覺滾的劣勢之下 最終都順利由頭帶到落尾頂到終點 力壓偉少和法拉里的綠克萊 贏到個人第87次分站冠軍 更加七度在銀石賽場勝出 還差四場就平倒德國車神 孫密加91場的個人分站冠軍最多的紀錄 至於金站開始之前 就傳來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就是Racing Point車隊的車手 佩雷斯確診新型冠狀病毒 成為F1復賽後染疫的第一人 令到他無緣參加第四站的英國大獎賽 而他的位置就由超過半年 沒有賽過F1的德國車手 喉金堡頂上 冷手撿過熱戰堆的喉金堡 匆匆忙忙飛到英國 加上病毒檢測 誰知道戰車在臨開賽前出現了技術問題 最終都要無奈退賽 藍球迷等了很久的NBA終於回來了 自從爵士中鋒高比亞確診之後 已經停敗了四個月 第一天就有唐鵝對著爵士 和諾忱基打給胡仁對著快艇 而聯盟復賽之後的第一球入球 剛巧得那麼巧 就是由高比亞這位的法國長人攻入 揭開序幕 至於胡仁對著快艇 這場球更加要打到最後一刻 由立方尖指原場前12.8秒射入電腥球 才分到勝負 其實這場球都見到 球員還未在最好的狀態 有不少次都被球證吹罰走步 不過見到胡仁隊友狀態一般 大帝尖指靠自己都搞得點 見到最後這場比賽 快艇最後一擊不入 結果是失敗胡仁 說到次球原因 其實就是快艇決勝了兩位主要的後備力量 當中包括了上季比賽的 最佳大陸人魯爾士威廉斯 早前就回去交香奔喪 誰知被人發現原來去了夜店 試著他就說去那裡食宅的液 大家信不信也好 不過就令快艇教練李華士很不滿 因為他要重新隔離至少10天 才可以歸隊 不然 其實NBA這次的復賽防疫措施 都可以說是做得相當嚴謹 比賽裡面可以見到一群球員 和一群外來不是在園區隔離的記者 和現場評述員都相隔一定的社交距離 為了復賽能夠順順利利地完成 大家都可以說是相當高自律性 而且他們每隔一天 就要接受一次的檢測 所以雖然是位處疫情嚴重的佛羅里達州 但是這裡的隔離泡泡 已經連續兩個星期都沒有確診個案了 這樣才可以令到一群球員打得安心 又放心的 雖然英超在上個星期已經殺科 但是這樣並不代表球迷沒有花生食 事關日前由沙特王署穆罕默德 擔任主席的公共投資基金 正式宣布放棄收購紐卡蘇 令這宗籌備了足足三年時間的 收購計劃胎死腹中 這個消息對於北武現任班主喊樹利 入主球隊13年以來 容屋無遺的紐卡蘇球迷來說 絕對是非常失望的 相信不少球迷都知道了 其實沙特財團早在今年4月中 就已經向英超賽會提交了一份 涉及3億英鎊的收購申請計劃書 但是球迷一等再等 都依然未等到英超賽會的正式批核 有報導指英超賽會遲遲未決 是因為他們一直都未能夠 厘清作出收購的沙特基金 和沙特王室之間的關係 擔心資金來源和球隊在收購之後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主持人 結果在等了17個星期之後 沙特財團還遇到隱無可忍 毅然終止收購計劃 有報導指他們下一個收購目標 會是二甲的益斯米蘭 至於紐卡蘇球迷期待已久的新時代 最終都未能夠實現 下一季的紐卡蘇 很可能仍然會由布魯士帶隊 紐卡蘇賣盤計劃告吹 可以預期喊疏離 應該都不會在這個轉目窗 有甚麼大動作 不過另一邊箱 今季失落英超冠軍的曼城 就相當積極 據報來季降班的搬尼茅夫 已經接受了曼城 向荷蘭直中堅尼敦艾基 作出4100萬磅的報價 尼敦艾基的勇波和他的入球能力 相信都是哥迪奧拿體重他的主要原因 這個收購可以針對性地 增強曼城在左中堅和左閘的人員選擇 至於剛剛約滿利物浦 32歲的拉拉娜 就正式和白禮頓簽約三年 隨著陳少奇和陳偉豪兩位本地足球壇的 標誌性人物先後宣布掛虛之後 香港足球肯定會進入另一個全新的時代 不過香港球壇姓陳又好球的 又怎能指得他們兩個呢 過年不上投下中超廣州富力的 陳俊樂就會香港隊的其中一個未來希望 最近他更加獲得球會的正選席位 不知樂仔此時此下的心情又是怎樣呢 各位NOWSBALL的球迷大家好 我是效力中超球隊 對於廣州富力的陳俊樂 第一次可以在中超打正選的心情是 既緊張又興奮 因為在這個高水平的賽事裡 有一些很厲害的對手 甚至很多世界級的球星都在 在中場和單被拍檔 可以近距離體驗到他的戶球能力 以及他的扭球技術有多厲害 而雲汪河斯他主張地面的組織 所以自己在位置感 以及越讀球賽的能力都加強了很多 暫時頭兩場都是輸球 自己和球隊的表現都不太好 所以希望之後可以陣索起來 因為畢竟還有一個很長的球櫃 希望可以在下一場做得更加好 快點拿到第一場贏球 我覺得大維俊是一個技術好的球員 而且他的左腿都很純粟 而且射門都很厲害 我們通常在空間的時間都會一起聊天 看球 畢竟因為在這裡的時間 但大部份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以做 所以有時間都會一起出來聊天 在中超的防疫措施 主要將中超的球員和相關的工作人員 都會住在大連的同一間酒店裡 我們就會隔絕跟外邊的其他人的接觸 而且每天我們都會有一些量體溫的措施 還有就是會禁止一些外賣送進來 所以變成防疫措施都是相當嚴謹 我都知道最近香港的疫情是很嚴重 影響了大家很多日常生活和工作 希望大家在這段時間可以好好加油 撐住 希望疫情可以盡快過去 大家都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如常 在這段時間 我們在這段時間 放手